大家好,我是阿差 这个视频和各位分享一下 我用的这台小米10手机用了一年以后的使用感受和使用经验 如果你用的也是小米10手机 可以参考一下我的设置 如果你想买小米手机 又担心小米手机不好用 用时间久了会怎样 可以参考一下我这个视频 这台小米手机它的配置是高通骁龙865 内存是8G 存储空间是256G 我目前使用的是最新版MIUI12.5.10 我是在去年2021年的双11购买的 这部手机是去年年初发布的 我买的时候已经发布有半年多了 就在这个手机到手不到一个月的时候 我还发过一个视频 分享的是小米手机如何优化 因为这部手机到我手之后 我感觉有很多功能是需要关掉的 是需要调教的 在2021年11月底的时候 发了一个视频教程 现在来看那个视频的播放量和评论 还是不错的 现在已经用了一年了 感想还是挺多的 另外设置也有一些变化 和各位分享一下 小米手机是否值得购买 就我目前用了一年的时间来看 我觉得小米手机 至少说这个数字版是值得购买的 因为自从我买了小米10之后 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在我的推荐下购买了 有的是购买了小米10 有的买的是小米11 还有一个买的是小米11的之尊版 还有一个买的是那个870的 叫小米10S 这些人开始都想买华为手机 但是一是抢不到 二是溢价太高 后来都买了小米手机 但是他们的反馈不一 比如买小米11的那位同事 他是去年 不对 是今年三月份购买的 过完年以后买的小米11标准版 素皮的 买的是12加256 他给我的反馈主要是手机发热 因为他不玩游戏 只是日常的操作 但是他也明显感觉到热 特别是过了整个夏天 发热还是比较明显的 我另外一位朋友 也是在去年11月份购买的小米10手机 也是8加256和我这个配置一样 他给我的反馈呢 是在不到一年的时候 好像是在21年的10月份吧 坏了 他是在北京通州小米之家的那个旗舰店 万达店里边购买的 应该是正品 这个没问题 但是他这一年一直在用无线快充 小米的无线快充30瓦 可以和小米10手机的无线快充30瓦相配合 又方便又快 但是用了不到一年 就不能无线充电了 后来他拿着机器去实体店里面检测 小米店给的反馈是主板坏了 只能返修 总之他用了这台手机之后 以后再也不会买小米手机了 也不会给他的家人买小米了 他还问我这个无线快充怎么样 我跟他说我从来没用过无线快充 就算我这手机一买回来 这个无线快充就是坏的 我也不知道 因为用了一年多了 我仍然没有用过无线快充 我家也没有无线快充的充电器 另外我一个朋友是个男士 他买的是小米10s870 也是我给推荐的 他老婆用的是Noah 和他一起买的 因为他俩那个时候都想买华为 在我的建议下 一个买了小米 另外一个买了华为 Noah 买Noah也是去实体店抢的 需要提前预定 买小米10s的这位朋友 据他反馈还是挺好用的 又快又大又清晰 因为他不怎么研究手机 我看他那个通知栏里面 有很多东西 他只是日常的用手机 他给我的反馈是挺不错的 而且性价比很好 这是关于小米手机怎么样 是否值得推荐的 我这台小米10 是去年从京东买的 花了3200多 别加了北京消费券之后 3200多 正常价应该是356 我感觉3000多块钱的手机 这样的表现还是不错的 因为我用这台手机 度过了冬天 又度过了夏天 我感觉整体上是满意的 当然他还有很多他的问题 我会一个一个的和各位分享